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夫,過來,扶著你最乖 全家人都欺負我的 連那個老婚嫂的女人都欺負我 只有你一個不欺負我的 去玩吧 大嫂 那牛屎妹弄壞了衣服 可不可以幫我弄壞 拜託你,不要經常欺負牛屎妹 畢竟人家都是女生人家 我哪有欺負她 她欺負我的衣服 大嫂 別偷吃,待會你哥哥告訴你 大嫂,你不說,我哥哥怎麼會知道 弄好了 去吧 還想試試看 該會了 寶長去了巡邏 他縮了去了全年跑 怎麼家裡有個不穿衣服的男人 難道是寶長夫人勾佬? 好 之前見過寶長夫人在山上和人幼回 那次又見不到她的樣子 九成是同一個姦夫 不行 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是誰 告訴寶長 賣的人情給她 可以少做點功夫 出來… 平日思思問問 其實原來這麼淫妒 老婚嫂 有沒有搞錯? 這麼緊張的時候殺出情咬金? 是不是呢?沒有影 老婚嫂 你們給我聽著 老婚嫂說見到那個男人 沒有穿衣服,在我家裡偷… 偷吃 如果被我捉到這傢伙的話 我一定把皮拆掉,拆掉他的骨 拆掉他的池塘 現在老婚嫂不是承認你們的前面 而是承認你們的後面 來替我鑽身 我只能夠番薯,大哥不用這麼生氣吧 但這樣也被八婆撞到 不是了,死也不要承認 沒理由為了番薯被人設池塘 老婚嫂,承認他們 是 是 好結實 五花林質素,真棒 老婚嫂,你想吃了我嗎? 白皮豬 有刀巴 一身暗瘡 看下背部認出誰偷? 老婚嫂 你對她們男人也很有了解 我天天幫你們收藏洗衣服 誰就不脫,我一刷就知道 你說有沒有研究? 老婚嫂,你看夠了嗎? 突然摸了衣服,是冷的 冷死人了嗎? 老婚嫂,認不認得到? 除了那個暗瘡 白皮豬和刀巴不是之外 你給我認得一次,一定認得到 老婚嫂… 不要錯… 先認得這麼多 老婚嫂,你幾次替我去做事 去… 老婚嫂,你還有什麼想起 還有什麼發現,立刻通知我 知道,保長 水洪,你在這裡幫忙 有些事想找你和那些手足幫忙 想你幫忙搭水管 把水從山那裡引入村 到時候那些女人 就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去擔水 多一點時間去服製我們的男人 你爹真是說得對 你被那個女人交壞了 為了他們想那麼多做什麼 對他們這麼好做什麼 給他們多點時間,他們是勾老的 你說什麼?你說是老的 什麼道理? 我現在慶了個伙子 老婚嫂說見到我老婆 偷我出去做事,勾老 和那個沒穿的男人去衣服 最慘的是那個男人 隨便是自己人,真可憐 不是吧?嫂子不是這種人 會不會有什麼誤會?你查清楚了嗎? 老婚嫂為人平常說話沒句真 但萬一這句真是真,那就慘了 我真是整頂綠帽子 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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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不行 我一定要找這個姦虎出來 我要尖尿被拆開關 還要淹開關,還要淹開關 還要淹開關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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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你查還查,別殺錯良文 殺錯又怎樣?有殺錯,沒放過 那阿姐不幫了,當我沒來過 你老婚嫂真是沒說錯 你臭婆娘斬了柴真的不回家走來這裡 一定是跟姦虎優惠 難道是看風景嗎? 你真是看風景 不會,看完風景 一定是跟那個姦虎優惠 難道看完風景在這裡吃東西嗎? 你真是吃東西 吃完東西一定是跟那個姦虎優惠 難道吃完東西在這裡吃東西嗎? 有事逢敵手,堆局到心間 原來已經這麼晚了,我要先走 那這一局… 我是認輸的,給我一點時間想 好,難得遇到保長夫人 你這位這麼好的旗友 我就給你兩天時間來破我這著棋 謝謝,不拒人 保長夫人 這本旗譜 是之前在這裡替我下棋的讀叔送給我的 他人已經過世了 我本來以為從此之後再找不到人替我下棋 誰知又會在這裡讓我遇到你 我現在就把他轉贈給你 謝謝 讀叔提了首詩 既從活處尋高著,莫例區區死局中 這一句經常提醒我 不要執著於死局 應該要打開新的一局 你的意思是叫我認輸,放棄這盤棋? 保長夫人,你還年輕 有時候放棄又不等於認輸 不過如果你就是要堅持 要想通這一局棋,我又不介意 你趕時間,我們下次再對應吧 那一局棋我還沒想通 難道真的要放棄? 大哥,出去嗎? 是呀,出去捉棋 還有心情捉棋 你何時才籌到五十個大仰 還給菊爺? 那五十個大仰 本來就是阿烏公公給維銘的禮金 我拿來幫維聰還賭債給寶長 但是維聰就說保長出錢騙他 我就不可以在他面前… 我不管這麼多 菊爺出了我幾次了 你再不還錢的話,他就扣我的薪金 那我再想想他 站在這裡想是沒用的 那些錢是不會自己掉下來的 我真的蹲到腳鼻子 蹲到腳鼻子也看不到那個姦夫 怎麼搞的?偷情也不守時 我抓到你,一定要你蹲回三十三夜 看來五舉人應該有時不會來 也好,反正這個家我還沒想通 老公 沒有,老分嫂說見到你 跟那個沒有穿的衣服的男人 在這裡鬼混 你真是勾佬,你敢勾她回來家 你真是完全當我死 大哥 什麼 你誤會了,那個人真是我 牛小妹弄破了那件衣服 我特地叫大嫂幫我補飯,看看… 怎麼會這樣 如果是的話 老分嫂認人那天怎麼不說 你說老分嫂認人有人偷吃 今晚那天我真的偷吃了你的蕃薯 我偷看你哭了,我就不敢說話 弟弟,我那種偷吃 不是這種偷吃,是這種偷吃 寶長,舉人找你 舉人,叫他等我 寶長在審寶,寶長夫人歐老件事 叫你等一下 舉人,你沒事吧? 我和五舉人只是其有 但水紅他一定不會相信我們沒事 你這麼做什麼?說話吧 沒有,真的沒有姦夫 我去梁婷那裡 我只是吃東西看風景而已 真的沒有姦夫,你相信我吧 大哥,大嫂子也不是這種人 那個老分嫂經常生我老婆做 你別相信他 我告訴你 讓我真的知道 你有什麼行叉答錯的話 我就一會兒又死了 大虎 原來你這麼緊張大虎 沒有,我現在知道怎麼對付你 以後你做錯事,我就不打你 我只是打大虎 不要,你一定要打我 你不要打大虎,你不要上去 你害怕了吧? 好,好,大哥 給我看著,我出去出去 穩定點 大虎…你沒事吧? 你告訴我 這本書是不是我姦夫送給你的? 不是…爹送給我的 你站這麼高跟我說話是什麼? 拿回來 我肯定你騙我 我帶你回來這麼久 我從來沒見過這本書 如果在裡面 讓我看到你什麼姦前 你就知道嗎? 既… 什麼苦,什麼…食… 說什麼?我看不懂?解釋給我看 來吧,來吧 既從活出尋高障 毛泥區區死局中 意思是下棋的時候 抓到死局就要放棄 就是什麼? 就是跟著我在死局 肯定那個姦夫教你離開我 教你偷走的,是不是? 不是…真的沒有姦夫 爹送給我的,真的 如果讓我知道你有事騙我的話 你死定了,馬上死定了 你給我聽著 從現在開始 擔水砍塵我不用你去做 要是我不會給你機會見個姦夫 家裡拖地煮飯,其他事早上做 還有,你跟大伯一樣沒有飯吃 直到你肯說的姦夫是誰為止 聽到嗎? 老公,三毛姦夫 老公,你的肚子好像大了很多 是呀,我也覺得重了 原來肚皮越來越大,會越來越癢 別客氣了 是呀,他擔水的時候,記得要小心點 是呀,我也很擔心 明天肚子再大一點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遠 你說如果擔水,不用來到這麼遠就好了 你們快開夢想成真 我們就計劃在這裡搭起飲水館 把水引進村裡 大家就不用這麼辛苦再來擔水了 是不是真的? 真的,以後也不用再擔水了? 太好了 南三嫂,你以後不用這麼辛苦了 是呀,你不想進去 好呀… 好呀… 大家贊成就行了 不過暫時我們只有兩個男人 這樣就比別人好 希望大家每天抽一個時陣出來幫忙 還要我們幫忙當然不行 我老公已經不讓我再聽你們說話 上次已經打過我們 如果讓他知道 我們不做家務要來幫你 肯定打死我為止 我也不行,別遇我 我猜肚腦這麼大,我幫不了 是呀,我們沒時間 很多事要做,走你走你走我走 我們不懂這些東西 走你走 拿水… 幫我拿水… 快點… 一叫他們做事就像收山一樣 不要緊,他們不幫忙,我們靠自己 是呀,遲些有成果 或者他們會幫忙呢? 我們不能放棄的 說得對 其實如果有多兩個包吃 我也不介意幫大家單單陀陀的 好呀,沒問題 今天我們先搭一點印水管測試 看看我們的想法是否真的行得通 好,那不如開始吧,好嗎? 好… 老婚嫂,你又來擔水嗎? 今宵不是擔完嗎? 寶長夫人去了歐佬 被寶長發現了,問他出來 叫我幫他擔責他那份 說就說罰他,實際是罰我 一天最壞都是你們 只當蕭奶神這樣敗 他經常教你們什麼情情塌塌 找些喜歡自己喜歡的男人 寶長夫人就去找男人 借足其為名,常常有憂惠 寶長還找到一本寫寫情詩的祈禱 那寶長夫人現在怎麼樣? 她?她說被寶長用鐵鏈鎖住了 煩也沒得吃,慘也慘一點 那個偷情,這些就是小情大戒 怎麼搞的?用鐵鏈鎖住晴晴? 爹,寶長夫人是不是你的旗友? 不是 那之前獨叔送給你那本旗袍呢? 我之前有見過在書架 現在不見了 是嗎?我過去找找 我有見過你和寶長夫人在這裡下棋 還下得很開心 不過那時候我沒有來打擾你們 我和她只是下棋 那就是你是寶長夫人的旗友 是呀…不就是旗友這麼簡單 現在看到你們下棋的不止我一個 寶長夫人因為和你下棋 被人說她勾三搭四有姦夫 還被寶長鎖住了,令連畜生都不如 你作為一個朋友 是不是很應該去幫幫她 還她一個清白? 不要讓人誤會她 就是因為這樣,我才不可以出來 萬一被寶長一口咬定 我就是那個姦夫 到時候水洗都不清 連我也打死了,怎麼辦? 你連這種話都說得出 維銘,瓜田你,你千萬不要說錯 你不幫他,我幫他 維銘… 外面… 你慢慢吃吧,也不配 晴晴,其實你又不是平安谷的人 而且有資書飾物 應該許配給大湖人街的先生 或者公子 為什麼會嫁給保障? 是綠水雄他 他強行搶我回來當他老婆 搶?強搶盟女? 水雄未做保障之前 因為軍隊解散 曾經有一段時間,六楚為寇 我也聽爹說過 我家裡曾經是一個書香世代的家庭 早幾年因為兵荒萬亂 有一群穿著軍服的逃兵 走到我的村子 之後搶到我家裡 他們把我的家人殺了 之後還想強暴我 剛好那時候 水雄帶他回手下來到 打走了那些混蛋 還救了我 他之後跟我說 見我一個人孤虎伶丁 不如交給他來照顧我 所以他要我以身相許 報答他救命之恩 然後我就跟了他回來平安局 這個水雄 他跟山賊有什麼分別? 你有沒有想過離開? 有,我還試過離開很多次 我一開始來到平安局的時候 我曾經試過上山斬殘的時候 然後打算離開 我走進樹林裡 我很快就迷路 我走路也走不出樹林 還有我覺得水雄 他好像雙眼整天都看著我 我去到哪裡 他都很快找到我 所以我根本都離不開 還有他跟我說過 如果我再偷走 他想打批我對腳 如果我真的走 你有沒有親戚可以偷靠? 有,我有一個很久沒有聯絡的表姑媽 她在龍門鎮開客棧 但那又怎麼樣? 你覺得我有機會離開平安局嗎? 只要你真的想走 我一定幫你想辦法 我和晴晴已經決定了 一起離開平安局 人生路不熟,你們打算去哪裡? 我還不知道 但我真的不想留在這裡 但出去什麼依靠都沒有 你放心吧,我有手有腳,有識字 方會餓得死嗎? 等我安頓了之後 再安排你們一起走 你們不想走嗎? 鬼師說過 我們女人不一定要靠男人才能生活 雖然我不是很識字 但我可以靠自己一對手 和娘賣一下孫家鹹菜 都可以賺到一點點錢 但如果我離開了蘋果谷的話 我以後就見不到水褲 我很想看著她戴 明白,那你好好照顧自己吧 不幸你呢? 爹年紀開始大 如果我現在離開,我好像很不孝 你我這樣的爹 始終是為了錢 再逼你嫁個病壞 其實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我們也不知道 不知道的,或者比平安谷好多 不然解醫生也不會從省城搬進來 她還說很喜歡平安谷 夠寧靜,而且很平安 你真的覺得平安谷平安嗎? 二奶奶呢? 我當然有想過離開這裡 不過小船的情況是好時壞 如果我們現在離開的話 一定會遇到更多問題 所以我不會選擇這個時候離開 好,我們有緣再見 我會在那四百五十個大洋裡 拿些盆春給你們 你們平安到步的話 就找方法聯絡我們 我代情請多謝你們幫忙 你們要路上小心 我們明天,醫技行事 每年這個時候 谷家兩台大炮都要推上山士炮 確保大炮運作正常 士炮大概需要兩個時辰 這段時間,所有補甲都會上山 剩下一個在遼望台守住村口 村裡所有的男人都會上山看熱鬧 你們就趁這段時間 去保障家裡放走晴晴 以及引開守住遼望台的補甲 然後儘快離開平安谷 老婦嫂 什麼事? 我之前聽你說越事不順 我今天特地拿了合菇水丸給你 讓你開一條你身體 怎麼這麼客氣?麻煩你 老婦嫂,不知道我這盒菇水丸 可不可以用一條鹹魚給我爹吃呢 都知道你無事獻恩勤 不過算了 都說是在補甲的伙食裡扣回來 等我去吃吧 怎麼了? 我看你後面髒了 我打算幫你把它拔乾淨 這次還有一點點 來…這裡 謝謝老婦嫂,那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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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試試看 沒有一條開門 這樣也可以? 試試看… 可以嗎? 我沒吃飯幾天 我都把手瘡熟了 連天都幫我們 是嗎? 駱水傑, 來, 下來 什麼?拿什麼來? 下來再說 怎麼樣? 你經常笑我牛屎妹 現在就讓你嘗嘗什麼牛屎味 你現在還不變牛屎老? 站住 好 換了男裝在路上沒那麼張揚 會安全一點, 那我們快走吧 慢著, 你的樣子太漂亮了 很容易被人認識你是女人 女子無才便是德 據我說, 女子無貌就一定沒有損失 好, 你的樣子也響了 一定沒得看了 其實這麼危險, 有什麼好看呢 我們不需要像其他人一樣 要搭這些熱鬧的嘛 姐姐一早去了搭熱鬧 還拿了水狼、油紙, 什麼都拿走 搞得沒得去任何用 唯明從來都不喜歡搭這些熱鬧 姐姐也不知道幹什麼 上山看試炮而已 不用連書也拿去吧 水忌 你怎麼搞成這樣? 多虧那個牛屎妹, 她嚴命搶了她 夠膽向我扔牛屎, 你知道嗎? 要不然我省起來回來當直站哥 我追到她天腳底 大娘, 那個小妹人不見了 大娘 你看 維銘, 我走不動了, 我很累 那邊坐下 維銘, 這次要你和我一起冒險 真的謝謝你 別說得這麼偉大 其實我想離開這個鬼地方很久 這次就能離開全靠那些好姐妹 難怪我們這麼順利 但有機會我們要好好謝謝她們 快點往前面追 她們應該不會走得很遠 追到來了 大娘, 我走 走… 過去那邊看看 真的是大嫂他們? 水忌, 你那邊什麼還記了? 大嫂, 有什麼發現? 大哥, 他們留了個粥水壺 應該就在這邊 不就好了 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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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命飛來的那間虎幻 留下線索, 要我們追這邊 一定想聲通激勢, 沒那麼便宜我們 別想 這樣嗎?不追這邊, 追那邊 好… 快點追上去, 別讓你走 是, 我看看他在左邊 看看 那邊好像有動靜, 過去看看 他在前面 快點 站住 抓走 抓到你就死了 快點 大哥, 讓我去追 快點 水忌, 走開水忌, 遮住 走我, 又跑來跑去幹什麼 跌倒我 大明, 你有沒有事? 別管我, 你快點走 不行, 要走, 一起走 水忌 水忌 你別管我, 快走 好… 晴晴, 走吧 不行, 水忌是為了我們才弄成這樣 我們不可以扔下他 水忌 水忌 走 走 水忌 把我弄成這樣, 把我弄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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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你把我弄成這樣 小子嗎?你慢幫忙搞吧 那個拳… 怎麼樣? 他為什麼暈倒了? 你放心 他只是痛到暈倒了 有顆子彈要拿出來的 但是呢 因為他的大腿和小腿的根鍵斷裂了 所以就算將來傷口遇合 我們恐怕他的雙腿用不了力 就是怎麼樣? 我小子豈不是會失敗嗎? 如果傷口也好 拿著鬼掌也可以免救行道路 不是吧? 手醫 手醫 我水忌這輩子是未求的人 無論如何幫幫忙 醫藥給我手拿著腳, 好嗎? 我真的盡了全力 很可惜這裡不是醫院 沒有你更好的工具 那到底怎麼樣? 你一個正手意, 一個正用意 兩個加起來, 沒甚麼廢物 我收拾這些 走, 要不就把他們包了 好… 我小腿的腳會糟 一天都有個箭 還在這裡… 你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嗎? 我知道 我偷走是我不對, 對不起 偷走的你不對 但是你最不對 是弄斃了我小腿的腳 看什麼?你不偷走的話 我怎麼會追你呢? 我不追你的話, 我怎麼會跌在這裡 我不跌在這裡的話 你怎麼說這張怎麼走火 這張不走火的話 怎麼捨不得我弟弟 不捨不得我弟弟 說我弟弟的腳怎麼會糟 一天都是你自己的 對不起, 是我偷走不對 我弄斃水的腳, 是我不對 我好好照顧他 總算你不枉跟我這麼多年 都叫腸在我身上 學到什麼叫人義道德 你老公我不是這麼盲失的 不是這麼盲不講理 意外的事大家都不想 你最近都是群德的貴師和遺名多 學到歪理, 有歪思想你才偷走 是呀, 對不起 我以後都不會再偷走 我不會再群在那些女人身上 你終於感受到我對你好 算了, 這次算是我們夫妻 感情上一個考驗 以後我們感情道路上 一定會變得更加硬正 更加堅固 她真的只跟維銘一個人走? 沒有姦夫嗎? 沒有, 我一條心對你 我絕對沒有別的男人 為什麼? 我只是怕你意志不夠堅定 要是你群在那些壞女人 有歪思想 暫時還是先鎖住你 過一陣子沒事的話 我才放回你, 明白嗎? 不明白, 好像大虎一樣 她有力也會鎖住她 我明白的 你終於是大個女兒了 大虎 多陪著我老婆 你不要對不起我 乖 我買了 臭女兒 你不顧父母養獄之恩 你真是不孝 爹養得你這麼大 教你做女人要三從四得 離家出走這麼離經叛道的事 這樣你也做得出 被人知道了, 怎麼看我們呢? 被人說我們沒有家教 這次真的什麼都給你表情 紫若, 人不知而不溫 不亦君子乎 還拼嘴拼舌嗎? 腳不能動, 手可以動 就罰你抄女戒一百次 抄不完沒飯吃 有位知思奇 亦無恥在戶無彼在 雲思, 以和以足, 者以思法 你說什麼? 我知道… 是東漢班超編的女戒 姐姐懂得從尾背回來 我很久之前已經聽她背過了 怪不得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 女人多懂幾個字就造反了 總之這樣我就不教你讀書 不是你教的, 是我自己自學的 你從小到大只會教我背女戒 我倒背如流 還牙尖咀咪, 再做罰你抄一千次 她從小到大抄得少 就算叫她抄一千次、一萬次 也是沒用的 據我說, 快點找個男人娶了她 就不會這麼反患了 她整天都故意搞得自己聲名狼直 哪有男人敢娶她 你找不到女婿因為你沒錢 如果你有一大筆的嫁妝肯倒貼出去 怎麼會沒有男人肯抄頭 如果有錢就找一個人回來 入罪跟我們姓 最好的就是找一個姓陸的 回來跟我們姓五 這樣剛剛聽 我批 姓陸的全都沒有一個好人 尚信 你又敢說話 我都說菊爺對我恩重如山 有如再生父母 夠了, 你那個再生父母 每天都在吹我還錢 如果她真的對你恩重如山的話 麻煩你把那五十個大樣 快點還給她 否則她每個月扣我工錢 到時候我真是白做 白做你又做? 不如遲一份工省錢 最好可以娶一個 貼上嫁妝給你的老婆 到時候你不用做也有錢 你這個臭丫頭 別再吵了 我再慢慢想辦法 弟弟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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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出來幹什麼? 在家裡休息一下 我打算經常睡覺 就出來逛逛 真可憐 傷口也好了 還要經常拿著拐槳 我記得假醫生說過 如果埋葬之後還用不了力的話 這句話以後就這樣了 說什麼? 假什麼醫生? 說明是假的,你也相信? 不是 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如果他真是倒楣的話 他真是很可憐 你才可憐 他也不知多好 又不用這麼辛苦操練 又是大老爺 只要大腿不用休息了 那又不是這麼說 他還沒成親 萬一娶不到老婆,怎麼辦? 是呀… 你說什麼? 弟弟 你的幸福就放在大哥身上 我一定替你娶一個好老婆回來 平安谷那麼多好女孩 你看到哪一隻 看到哪一隻的話,開箱就行了 其實你想娶,人家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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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大哥 娶一隻回來服侍你也好 兄弟,有女兒來了 神婆?不是玩這麼大吧? 這隻不算 娶回來俱風?下一隻 這隻這麼小,很久要養的 不要了,等她家裡養大一點再娶 不算了,下一隻 這隻假扮 牛屎妹 好,快點走 誰會喜歡那個牛屎妹? 那天她找屁股扔我 我去追她才被大嫂逃脫 腳弄成這樣也是因為她 好嗎?出去回來虐待一下也好 就這麼決定吧 是,你回家裡等我們 兄弟,提她去衝 快進去 走 走 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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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飯 挺好的菜 齊了人,全都哭了 好嗎? 這麼齊人禮,發生什麼事? 沒事發生 特地來找你 看你全家今天的氣息正在走運 你四個兒子欠我賭債十幾個大羊 好嗎?不用說,好嗎? 怎麼好? 跟著… 你怎麼看見我們?你發財嗎? 你們發財是真的 你家山有福了 我今天來特地和你對陳家 好… 做陳家? 是呀 你想娶我女嗎? 沒錯,你看你女兒 開心女兒的反應 新郎哥雖然沒有我這麼高大 威猛、英俊 但是和我一起搶出的 我今天特地來 就是和我弟弟綠水傑向你女兒提身 那個混蛋 我全平安局最討厭就是她 就算全部男人死了 我也不會交給她 我還沒吃飯 牛小妹 有她 這裡也不輪到她作決定 婚姻的事是父母之名 總之,我這個人是有開通的 你是父母嘛,你來決定 肯還是不肯,我不會逼你 肯… 好… 是我們侯家的福分 聽到了 是她自己說好的 我不要逼她,是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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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樓師妹很難養的 很大隻,我浪費了很多米飯 現在有人要她 我這次真的賺了很多 謝謝你 謝謝… 請… 大師不要緊 我養大虎,夠大隻 你當多養一隻好不好? 好… 好… 賺人不如撞人 我一會找媒婆去做事 好… 不過她這麼大力 如果她不肯 就算我們十個人 都抬不上花轎 牛角大力 夠一樣聽我說 一樣幫我耕田 如果她不聽我說 我不給她飯吃 看阿哥能否反抗我 就這麼決定 這麼高興的日子 醒了所有平安高的人 喝個小孩的衣服 來… 好… 好餓… 快點給她放我羅上 那個牛屎妹 這麼大力 不餓她幾天 怎麼塞到上花轎 一拜天地 我把我拿到上花轎 一拜姑堂 救命啊 救命啊 夫妻交拜 不要害我 送入東方 你…你想怎麼樣? 你不要拜託你 我不想跟你同房 什麼? 我想碰你嗎? 你猜嗎? 是我哥哥被偉穩的服侍我 我告訴你,我不喜歡你 因為你趁我不起 我…我快餓死了 快點給我吃 快點 吃…這麼喜歡吃 吃死她 我跟你說 老公,你別想我當你老婆 我當你妹仔、狗 總之每天你吃飽飯 就做家頭世務 做完之後做到天下了 就回家服侍你家人 每天都去金洗,才有一頭 怎麼樣?你這麼晚找我 是不是關於金礦的? 是 菊爺,我和水豐整理過平安谷的地圖 特地拿過來給你看看 我拿過這個山頭的土壤去檢測 有一個好消息 我已經很肯定地跟你說 這個山下面是一個金礦 整座山下面都是金礦 那豈不是很多? 我真的沒有那個名字 綠金谷 平安谷的金礦也是我的 金雲真的發財了 不過菊爺,你看清楚 是 這個山上高全都是你們六家 和五家的祖墳 如果真的要開金礦的話 地面有機會下陷 這樣會影響你們的祖先 你要不要跟他們談談? 金礦是我們發言的 要不要跟他們談談? 況且姓綠的,我都說了事 我說怎樣就怎樣 姓綠是愛人,更加了 難道分一半給他嗎? 最重要的是金礦的事 你不要告訴權師就行了 那這些交給菊爺你決定 不過這個山的泥土特別堅硬 如果用平時的方法來開鑿 我覺得有些問題 這個技術上的問題 你多給我一點時間去解決,好嗎? 行了,你就專心想想 如何發掘金 其他事情我會解決的 好嗎? 小船在這裡畫畫? 你畫得很漂亮 對了,娘是不是在房間裡? 問你一個問題 你娘是不是在這裡生活得很不開心? 她平日有沒有過夜晚對著她哭 或者… 有沒有在你面前說那個壞話? 有沒有呢?有沒有呢?有沒有呢? 有時候跟你說心事也挺好 你起碼肯定不會跟別人說 等等… 原來你在這裡… 先走了,你又到處走 又搞得三奶奶大羅打鼓炒你了 小船,在畫畫嗎? 原來是畫黑黑的畫 艷冠家,你有多留意小船平日畫什麼? 沒有,有時候經過,八卦看見一下 阿張 三奶奶 三姐 在哪裡? 三奶奶 三奶奶,要不要我幫你抱她回房間? 謝謝 好 那隻貓走了,什麼都不用畫 原來你平日畫了這麼多畫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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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内离情下抱怨 小泪只撑潮半冰天 愿若女有罪